是做在2019年的工作运势要重视团队 为什么因为你接下来会非常常发挥需要领导的时候 有可能在你的整个团队里面的合作可能会出现一些争吵或状况 所以当你用发挥领导力去领导人的心的时候 你会发现原来你自己都可以掌控这些状况了 因此你的管理能力而提升非常的多 所以当你遇到这些争吵不要逃避要勇于来面对 是做在2019年的财运要注意一个点 就是有可能你想要去帮助别人 你身边的亲朋好友而把你的钱掏出来去帮助他 可是这时候你要记得因为你今年的财运期 其实是需要重新整顿的 所以拿钱出来帮人家对方不一定会真的有进步 因为金钱上的协助可能是建筑最小的 你要记得这一点 所以当你愿意是出力而不是出钱的时候 你的整个财务状况才会重新改观 诗子座在2019年的桃花运势 大致上其实还不错 如果你是单身诗子座 真的还蛮有机会遇到心理的对象 或者是你之前就已经喜欢的人 然后现在可以终于有个进展的机会了 可是如果是在关系中的诗子座 在这一年 新的一年要特别留意 你们在沟通上你有争吵可能会比较多 但是大部分都在争执谁对谁错 所以必须以关系和谐为主 两个人关系比较重要 也不是对错比较重要